得道能能的一好局势,也就从绿山军转到了绿山军。 届时,筹码同样丰富的绿军,可以在不动恩人的情况下,尝试操作得道德鲁斯。 不过哪怕得道德鲁斯之后,能否在和同区完结之后,能否常留住恩人德鲁斯,仍然是一个恶之术。 因为德鲁斯的父亲,对于采尔特仁是之一笔,并不认同采尔特仁过去对于忠诚求人交易上的所作所为。 王头指向了德勤寡务的立军总经理丹尼安吉,也从不希腊末而作为多事件打雄,尤其是看到他们怎么对待小托马斯的。 豪如忠诚可言,他为球队付出真心,但现场却是如斯,托马斯也仅仅是金银狼被安吉坑害过的忠诚球员的一律而已。 在同球运营营队开始,安吉就已经展现出了冷静的前置,而且他下手的还是恩比恩,以及立军的门人文物。 从棒球转正篮球的巴尼安吉,成立于凯尔特仁队,曾入选一届全民新阵容,是第一匹吃上三分性龟泽螃蟹的顶尖射手。 比起他的胜数,更恐怖的恐怕是他的胸数,在1988,89校巨季,凯尔特仁明在东西豪强之中站着脚跟,但整体的龙中脑派已逐渐浮现,效率了尴尬的交接区。 毕竟球队距离后浪的年轻人伦戴拉夫,因为自己做死,西德早逝,32岁的大鸟伯德,正忙根据手术攻队。 31岁的麦克海瓦生病缠身,最健康的球长罗伯特·帕里什,有名过35,联盟的不少球队,也在此时向立军提出报价。 希望任队中的农军球员,放取凯尔特仁上的娱应的分了,和一主教里德·奥尔巴赫,自然不想穿上一手打败的冠军班底,希望让自己的弟子全部可以在立军揚先。 在这个节点,先发球员中做明军的安吉,可乐之类雄心大肆百,游戏红衣主教论,拆散冠军班底,将会明星可培养的战力。 快速重建立军,我告诉里德·奥尔巴赫,我会将立军大鸟。 连克海莱,因为他们正在走下坡,甚至会将立掉,我自己协助立军重建。 在几个月之后,依然坚持不动三老的红衣主教论,选择了把这个胡云那里的白龙公子射手,将立到了国王。 不过,就如安吉当初所说的一样,凯尔特仁在王朝结束后,就陷入了漫长的重建期。 在成为立军的聚班后安吉的老血逐立特制,决定了他会成为很好的球队经理,也决定了他计定会背上残害忠诚的骂名。 安托拉莫克,被骗子打那两大的胖子在2008年,2003年,胖头陀莫克加皮尔斯的双人组是NBA凯夫能力前三代,球队似乎在双子胸道大领下,逐渐自入正宗。 可惜的是,有许是看出了莫克强力有限的安吉,就与莫什尔的原因,突然将效率七年的胖头陀莫克交易,毫无感受到依照的后者的愤怒,至今难以平息。 皮尔斯·加勒克,2007,2008赛季,安吉参作出了豪华的三巨头,开启了半团别光的巅峰,同时也让查尔特人的实力保持了长矫的高光。 波士顿球运,自然是西洋风一连群,但能留队终老。 在2012、2013赛季,即使皮尔斯仍能产均砍下19分,加勒克仍能输出15将8的运动数据,经历过红衣主教时代的安吉,自然没有忘记了当年自己想法被拒绝的事情,一直密谋将两位延伸交易。 第十,往往搬迁到鸟队鲁克林,正月月月式复合派团,成为一贯军之师,安吉看准了这个机会,做出了一笔现金立军表现仍至观众那,在立军球运仍无法接受的交易。 安吉这一波的参作,从结果党向南说,是荣家如鱼。 他用加勒克,皮尔斯在内的老将,向南网换取了未来的四个选项权,为求帝的后世换血,打下了蓝盟基础,而看似这人豪华的新蓝网,表现却不为人意。 雷阿伦伦多,雷阿伦以伦多在立军的意外,至今仍是权余们的谈刺。 然而,这两位忠诚的冠军成员,最后都只不过是安吉的棋子。 而这地址,当雷阿伦出现脚踝伤势,以及和龙多意见相处的时候, 安吉被立马找群高兽,曾经求对登顶腰脚的机会。 正在续约谈判的时候,以收拾以及培养新人的需要, 企图拉低雷阿伦的工资,为其拿出了六百万美元的迷你中产合同。 最终,好奇的金子剑,远走高分。 虽然他在曼汉里没有拿到贝拉低的绿军阿伦及伯的代仇, 但却抱得很舒服,并拿下了第二枚总冠军戒指。 在阿伦离开后,三剧头庇佑之下的龙多已经成长维权于新级别的球员。 系统有成长,自然该成为球队未来长期战队的连军人物。 安吉也曾在媒体面前,多次提及龙多将成为未来的连军人物。 这一切都在龙多手臂重伤公来后,改变了。 2014、2015上季,安吉为帝长龙多开出了一份一千一百万美元, 一千三百万美元的两年合同。 这与龙多新中的合同年限,薪资量差过大, 后者已需要快乐民由,拒绝接受,并要求交易。 手中多的是险性权的安吉,并没有任何争取。 所信将一人多斗小牛,直接让绿军成为鱼买部队。 抛错绿军快速重建,小托马斯被抛弃的备胎, 在斯蒂文三的手上,小托马斯在联系三, 四个赛季打出了全明星一样的数据, 并成为联名有名的孟杰之王, 从联名几层爬上来的常员小侧客。 自然很珍惜成为头盔的机会, 每场奋力必争, 眼线千转流数, 强忍泛内之后, 魏力军上场比赛的片段, 仍然让笔者记忆犹新。 不过, 小刺客并不是安吉远中, 可以成为建队人力的存在。 打得在好中间是过客, 当知道了有机会换取更好的恩人来建队之后, 高级毫不留情地将过帝人摆上货架。 然而, 其实目前为止, 其实十六, 实际赛季可以产军贡献29家热数据的小侧客, 可以说是新设计之后, 甚至大脑退役之后最好的立军头牌表现。 残害专门的安吉业务能力, 自然无可挑剔。 它用了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, 就可以让立军实现两次重建与究体。 在这个夏天, 臭云昭著的安吉将会是影响邓尔斯下家的重要因素。 这个帮人很有机会操作得到邓尔斯, 让立军建立豪华球团, 向本军军再次发起冲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